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知识肉园菊南瓜 操作简单 很容易上手 调拌肉馅的配料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请查阅 切开南瓜 用小勺掏出里面的籽 本视频选用的是甜南瓜 搭配肉泥焗熟后 口感很不错 南瓜底部不平整的话 可以修理一下 接下来切配料 偶方在肉泥中是很不错的选择 既能增加肉泥的脆感 又能增加肉泥风味 有条件的话 还可以用马蹄及去皮的笔起 接着切一些洋葱和小葱 锅上火 放少量的油炒香洋葱丁和小葱丁 提前将洋葱 葱丁煸炒 会更好地增加肉泥的香气 这是一个不错的处理方式 希望你能学会 此时 将面包屑中加入牛奶 调拌均匀 这里用牛奶加面包屑替代淀粉 是不错的处理方式 大碗中放入肉泥 分别放入盐 糖 牛肉粉 生抽 搅拌均匀 配方会放在视频下方 可以查阅 打入一只鸡蛋 加入藕丁 洋葱丁和小葱丁 摔打上镜 致肉泥起粘 接着放入牛奶和面包屑的混合物 用这种方式替代淀粉 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既可以保证肉泥的嫩度 又增加肉泥的风味 值得一试 上了镜的肉泥加盖 静止十分钟 准备两个芝士片 将其折叠成方块状 备用 手上涂抹一些油脂 将肉圆团成团 塞入芝士块 一定要在手中摔打 让其上镜 这样肉圆不会松散 然后填入南瓜中 另一个南瓜如法炮制 将南瓜胚子放入空气炸锅中 温度180摄氏度 时间为20分钟 烤制的时间跟原料的大小有关 时间控制在16到20分钟为假 时间到了取出 表面放上一些芝士再烤一分钟 这是出来的状态 用刀切开看看 里面的芝士已经化开了 非常诱人 打开后 还有拉丝的感觉 肉泥非常嫩 汁水已经流到盘子上了 另一个也切开看看吧 同样的 芝士已经融化 肉质流出 在替大家品尝前 先来欣赏一下造型吧 下面开始替大家品尝 味道很不错 肉团鲜嫩多汁 汁是软滑润口 南瓜软烂微甜 至此中秋节 何不给家人做这款南瓜菜 寓意和和美美 团团圆圆 喜欢本视频的就点赞 关注 这样才不会错过好看的视频 谢谢各位的支持 感谢观看 准备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